好久在位在瑞瀉乡的五鹤村第五林 有将近20户的缺水将近三年多了 因为水源干枯也没有自来水可以使用 近几年呢极端气候的影响水源也跟着受限 没有民生用水的情况之下呢 还要跑去隔壁的马力云部落接水跟提水 非常的不方便 那么这次透过先议员林郁芬的协助 在29号上午是进行了申请自来水盐管工程提案的会看 位在瑞瀉乡的五鹤村第五林 将近有20户的居民缺水了将近有三年的时间 因为水源干枯也没有自来水可以使用 近几年极端气候影响水源也跟着受限 没有民生用水的情况之下呢 都还要跑去马力云部落接水 提水非常不方便 目前已经缺水好久了 从三年前就已经开始有干枯 水源干枯的情况 所以士林这个地方又属于偏乡 而且没有自来水可喝 目前那个我们的水盐灌溉也被分摊分不去了 所以说水也越来越少 而且天气波变化 量又少 所以我们这边很担心 也会没有民生用水可用 所以我们就请议员协助 申请我们的民生用水是这样的 这次透过先议员林玉芬的协助 29号上午进行申请自来水盐管工程提案的会刊 林玉芬表示现在水源取得真的不易 抽地下水会对健康方面有疑虑 所以朝向申请自来水盐管工程提案 因为这次自来水是村长这边提案给我的 那现在面临气候异常 水源真的取得不易 然后抽地下水也就是因为很多农作物都有农药残留 所以整个就是生活上非常不便 然后目前我们的居民都去挑水 到玛丽米部落去挑水来喝 所以造成极大的不便 我们希望能够积极的来争取这个自来水 我这样大概这样看 那应该是成功率蛮高的 那目前就是我们细节的这个文件的收集 这个部分就很重要 部落居民长久以来都使用减易自来水 十多年前的水质水量开始复稳 加装滤水设备也没有法改善 生活用水需要仰赖买水 或者是在云山泉水非常不便 居民希望有自来水的盐管进入到部落 居民们都很开心 记者高双双热穗采访报道